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吃喝玩乐有学问 7点33分 19秒我是周玉寇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请到的是 阿基塞 这个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他是在 士林的士东市场 成立了一个叫做 ASH日本话嘛 历史的滋味 历史 阿列 你的那个在士东市场的 这个很有特色的历史店 叫什么名字 就是阿基斯 阿基斯好有名 阿基斯是 在经济部的评鉴 全国各县市500多个 公有市场当中的 优良市级 最高的四星级跟绿色市级 阿基斯你在那边多久了 16年多 市通市场就16年多 他总共有25年左右 非常谢谢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 刚才阿基斯说 你每天几点起床 我都一点半起来 看看我们这个团队 幕僚们 大家已经觉得很辛苦了 奇怪 你一点半起床 每天早上 每天早上都这样 那你晚上几点睡觉 大概七点半到八点 七点半到八点 那你每天睡几小时 五六个钟头 就够了 够了 六十几岁 你就是客屁 你都不用睡觉 一点多起来 为什么要这么早起来 现在渔火很少 你要挑好的话 一定要早一点起来 才有办法挑好 有时候会看到天气的状况 所以你提供给你客人的东西 都是你每天早上去 清潮细选来的 对对对 自己去搜寻 好感人哦 你都去哪个市场 我现在都跑中山市场 中山 中山 中山别路跟长安西路转角那里 我知道 那个市场是有二楼嘛 一二楼 现在二楼没有了 二楼现在变一个 住在水 那就是以前那个台北市政府 旁边很有名 所以你就有个固定的地方 要大清早去 才能够买到好的 第一个 因为我现在是做 买漁货都用现金买卖的嘛 然后都是那一家 以前我做日本料理的时候 它是提供我漁货的 基本的一家商店 它是专门供应给白食料理 比较高档 然后他在基隆的 已经做了第三代了 但是在做完 他以后可能也要休息 他们孩子都不接了嘛 现在传统市场都比较走 梦都下去了 他们只有做批发而已 所以阿基山你在市林市东市场的这个历史 这个日本料理的小炭味 对不对 你用的是人家怀食的日本料理的食材 大概可以这么讲 应当我挑很慎重的挑选这些食材 你们要怎么探钱 当然会啦 是可以赚大钱啊 当然是可以 不是说大赚啦 至少可以养活一家口 你已经有第三代了吧 没有 没有没有 你的没有孙子 孙子有啦 对啊 那第三代 那第三代 对啊 你是阿公 对对对 阿公 你一家到台中去 家到台中 对对对 所以你的阿基山非常非常有名 他的特色就是说 你几乎是台湾早期就推那种站着吃日本料理的 就大概我是第一个开创 开创者 你是创始人耶 对对对 阿那个时候人家会不会叫你去笑 老板那个客人来了还要站在那边 刚开始不是准备 因为我们是一楼 我们那个摊位是本来是卖鱼的 然后呢 本来是成猪做撒西米用而已 是你自己 然后那个寒凉路啊 叶伊兰啊 他们就说 阿你 他以前他吃过我扶行日本料理的 撒西米 阿你会做碩饰为什么不做碩饰 就要你用撒西米跟就做碩饰 然后呢 两种就是组合上慢慢慢慢的就自己玩嘛 那时候都没有请员工 他会自己自己用租的 我们对这个制作同仁们 有人这个对你去市东市场 因为他们家住那边嘛 就赞赏备制 看这个 你的市东市场的那个照片 大家可以在网路上看到 阿基塞 他就是跟日本的那种小店很像嘛 对不对 就是有一个台子站在那里 日本的足地很雷同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常有时候我师傅也在日本嘛 然后有时候去日本走一走 我喜欢逛市场 你说你以前学日本料理的时候的日本师傅啊 嗯 最后开日本料理 再请一个 一个我的师傅来教 教怀石的 你以前开过日本料理店 对 啊你是 因为以前学的日本料理跟怀石的有一点距离 所以你又在学 对 然后再重新充电 嗯哼 本来想说啊生意之后失败 想到日本再去学一个 一年班载再回来重新又开小型店 是哦 所以这个啊 因为婚姻有一点分辨 哦 对 然后就想一想都有人介绍在市场里面 哦 本来就做一年十七名 啊下午 啊下午就 还蛮酸甜苦辣的 哈 没有办法起起落落 嘿嘿嘿嘿 对啦 啊这个我们今天介绍的阿吉诗哦 他是嗯 是职人精神的代表人物 本名叫做可以讲哦 可以啊 谢顺吉 阿吉诗跟阿吉诗台语 不一样 不一样 阿吉诗跟阿吉诗台语 你是阿吉诗台语 我是阿吉诗台语 啊啊啊啊另外一位是 那是阿吉诗台 阿吉诗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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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个人有识台语 阿吉诗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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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行 不同行 所以就不认识 不同一个职场啊 哦哦不同职场 因为我们是从小就一直往日本要里 从小从基本学上来 你只学日本料理哦 对对对 阿为什么 刚开始从乡下来台北 学过一些台菜 你是台南人 对啊对啊 阿为什么要 你老比较贫穷呢 也还好啦 但是就是 算吃人 不是哦 还是你不太太 不喜欢毒素食 是一个理由啦 阿就是你想来做菜就是了 也不是啊 在乡下啊 因为有家庭 爸爸妈妈 吵吵闹闹的问题在啦 你台南哪里人啊 龟人 哦哦 龟人乡 高点在停的地方 对啊对啊 爸爸是在市场卖菜啦 那也生活的 也不算很痛苦的家庭 哦 那时候是 当然是比较 农家族地是比较辛苦的 爸爸也是很努力在做事情 所以你17岁是国中毕业了 那时候没有国中 我们是初中毕业吧 哦 初中毕业 对啊 吉斯 宣告了她的年龄 哈哈哈哈 对啊 那不是国中 初中毕业 我的妹妹 刚好是国中第一届 哦 对 四十三年次 四十三年次 才国中 以前初中是要用考的 哦哦 然后毕业以后 你就 嗯 就决定到台北来学日本料理 那谁帮你介绍老师呢 因为当时是因为 也台北没有亲戚嘛 啊就 跟 好像过人有一些压岁前啊 啊就 啊就去打 打香肠嘛 过五官嘛 啊我妹妹来闹啊 嗯 本来是 一直凹嘛 两条凹成四条八条 这样子凹嘛 我妹妹给我吵一下 我就打他 嗯 哦 那你爸爸就要打你 没有 我爸爸去台湾市做生意啊 哦 对啊 那时候我想说啊 那不对哦 我爸爸回来可能会打我 真的 然后就跟阿嬷 拿一百块 就偷跑了 哦 你说你怕你爸爸打你 跟阿嬷说 跟阿嬷讲 给我一百元 我在逃家出走 阿嬷就一百块给我 我就偷偷跑到台北 你一百块起架啊 跑到台北你 你这么小 你又没有去那个 那个料理经验 那人家谁要收你啊 嗯 刚开始是从 好像一百块嘛 你就偷靠一家 日本料理店去做学徒喔 那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想到日本料理 那时候是想到 做菜也蛮好玩的 你就去餐厅 嗯 在那个淡水 从那个介绍所 介绍所介绍的啊 你跑到台北一百块 然后跟介绍所 介绍我一个工作 我到餐厅去做 做打工学徒 对对对对 就开始住在台北了 嗯 就在淡水开始了 一一年淡水 那家刚好是日本料理 也不是啊 是别的料理 台菜啊 那辗转再进来台北市啊 哦 从淡水到台北 到时已经拿稳了 就开始想学 学一些比较精致的啊 就往上一直堆叠上来的 有四十七年了对不对 嗯 你十七岁到现在 对对对对 差不多 三年当兵啊 好好笑 当入战队三年 后来中间二十岁你还去当兵啊 再回来 再做日本料理 从此就是日本料理主厨 直接开餐厅 当兵以前就来 都转到日本料理 也比较高档的日本料理 那你当时 什么时候再回去 看你阿嬷 嗯 那时候他生病 我都会回去啊 就你在台北待了多久 你爸爸也没有来追杀 退伍的时候才会想回去啊 中间你都没有回家 那时候只有去当兵的时候 才回家 哎呦 十七岁出来就到当兵才 对对对 你爸爸没来找你哦 会啊 那时候有出过状况啊 因为我 我跟爸爸妈妈拿了一些金子啊 哦 好 这故事很精彩 就出了状况啊 就被警察抓 我的同事就被警察抓去了啊 啊 然后他 他证明说这个金子是我爸爸妈妈的 就要掉我爸爸妈妈上台 才见面 才见面 哎呦好精彩哦 那个 但是我们等一下还是回来看你的东西有多好吃 好不好 你这个人也很有意思就是了 像一个这个 你这个人比一个餐厅的那个仓库还要精彩 对啊 那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啊 听到没 我们的这个年轻时代 那我们也不做坏事情有什么关系 对啊 他其实坦坦白白的告诉我们 他这个从17岁阿嬷的100块起家 现在是在市东市场做一个历时的这个日本料理店 只有10个位置 通常都是大牌长龙 早上几点到几点到晚上几点 那我们早上10点半Open 到晚上呢 到晚上五点 那你 假日到一点 到六点 有延长一个钟 礼拜一是休息的 礼拜一是休息的 礼拜一休息的 现在全台湾省固定的啊 礼拜一公休 那公休你都干嘛 没有啊 上节目 就是打麻将啊 吃个饭啊 约个朋友吃饭啊 你的东西到底有多好吃 那你在台湾把这个历时的这个 饮食文化带进台湾嘛 对不对 现在有多少是这种历时的店 看那个山景物产一堆咧 我们要进广告 不好意思 阿吉斯 我们要进广告 要休息一下 好不好 阿吉斯 是这样念是吧 阿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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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节目现场 市东市场 非常知名 他代表的 什么故事 他自己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了 智慧非常丰富 他的东西 智慧更丰富 我们今天为各位所介绍的是赫赫有名 在这个日本料理店 这个他的历史的店 这个16年前就开张了 对不对 那在市东市场 阿吉斯 谢顺吉先生 他也是经常被评选最优的职人 那请教阿吉斯 你的店是早上十点半左右开吗 开到下午四点 五点 五点 因为菜市场就这样子 石东市场 石东市场是非常干净的 非常经营 印底设备非常好 团队也OK 他的团队 非常经营 但是你的店 现在赫赫有名 很多观光客 都会去吗 他是站着吃的 那一天大概有六七十位客人 那你买的食材都是怀食的 然后你的食材 为什么可以吸引客人 你用什么样的 这个基本的学问 这个来经营这家店 因为我们是走出 我们到客树有这么多的话 我们进的食材 每一天在 在拿最新鲜的东西 来给客人吃 所以我们的东西不会说 凹在第二天第三天 所以你可以进很多的高档食材 然后就都一天都卖光了 对 可以掌握这个量 然后我们冰鲜效果也好 我们的卫生条件也OK 冰鲜效果 你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像这种卖寿司的 像日本料理店是以 日本料理就以生鲜为主吗 有的是对 有的是要在超低温空温的 像一些陀螺 还在超低温 有一些贝类的话 一定要在制冰机里面 放水冰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这些设备很重要 你会要懂保鲜的话 鱼的话海鲜的东西 你一定要好好的保鲜它 鱼就是在某一个时间点 会变成熟省以后 会变成它的甜度才会出来 所以这些都是靠你的经验跟你学来的 它不是一条鱼说它的活性来 你马上解剖马上做就好 是不见得 不是 就是新鲜的捞上来的鱼 要放到某一个温度的情况之下 才最好吃 还有什么季节 你要去用什么东西的食材 不是每一个月份的食材都一样的 一年四季的鱼的都不 它鱼的油度都不一样 所以你都经营透剔了 你到中山市场去买来之后 每一个你都是自己处理 都是我自己要超高处理 对 要控温啊 你鱼的温度嘛 你一进来的话 你解剖好了 还是要稍微 在里面冷冻一下 对 鱼的最好吃的温度 现在在零下八到十度左右 零下八到十度 也是最健康的 最健康的 对 它在这个常温恒温里面 你要控制好啊 像我们的冰箱 里面都有那个制冰机 我们自己制造的那个 干净的那个冰块打下去 然后下面又要有那个 走那个 那个 冷冻柜的 那个温度 不然冰箱 就是玻璃上要开门嘛 对对对 所以都要控制好 你上面也有 也有走那个冰 那个冰箱的 那个 结霜的那种 上面有 下面底层也有 然后又要放水冰 怕鱼的那个水分流失掉 所以反正就是 你在保持生鲜的技术上面 是非常的认真 才使得你的这个 这个食材是最优秀嘛 好 非常谢谢 谢谢 那样谢谢 时间到了 我们下次四周四周见